强强三远行 徐老师 你看今天给你介绍一个醒目的 光芒四射的一位女士 当年在台湾新闻上 有没有看到过她 张德芬 做过新闻主播 对吗 你看我们张德芬写的书 遇见未知的自己 都是身心灵修行课 现在好多人讲修行 她也是瑜伽 好像能飞行 是吗 飞不来 起得来飞不来 心灵能飞 心灵能飞 心灵能飞翔 对 现在很多人都修行 你像文造禁欲了 干脆就 清明了 我们要让自己清明 对吧 所以呢 我们的编导啊 也做了一段 这个清明的纪念短片 我想激发一下你们的感触 我们来看一看 好的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德芬 清明你想跟大家聊点什么 我想最基本的 咱们谈到就是圣中追远 为什么要有清明 为什么要去扫墓 为什么呢 我想我们从现代量子物理学来说 好 我爱聊这个 行 量子物理怎么了 其实就是说基本上物质不灭 变成了能量 那祖先虽然他人过世了 可是他那个能量还是在 那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来的 也不就是一个软子 一个精子结合来的 那这当中有很大的能量在里面 这能量从哪里来 从我们的祖先来的 所以祖先他的这个能量 我们带着他们的能量 一带一带传一带下来 所以今天呢 我们作为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要圣中追远 回溯我们这个源头 那我们心里可以获得安慰 因为你当一个人 跟他的源头接上的时候 你才能真正找到 那个爱的感觉 喜悦的感觉 我们家的祖坟现在都找不着了 你说我怎么办呢 那就是为什么说 其实应该天天去缅怀祖先的 那现在祖坟找不到了 人家说一年一度 那个耕地就推平了 真的没事 4月5号 你在你家就可以搞一个祭祀 你其实不用什么 你就先用点鲜花 上一个香 然后说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斗士祖先们 我对你们表示尊敬 因为没有你们就没有我 然后我的这个DNA里面呢 我身上的能量都带着你们的东西 所以我对你们不能不承认 不能不去尊敬你们 我认可你们 然后去寻求祖先的保护啊 我觉得这个是 你你你受感应吗 没感应 没感应 那你清明节的感言是什么呢 我觉得 咱们中国人没有进国神社 这比较糟糕 什么意思 你看人家虽然那个进国神社里有战犯 我们也有业势灵源呢 可是你想 现在在北京 如果你要怀念重要的人物 去哪呢 以前你现在 我们最重要的纪念碑是在天安门广场上 可你现在不能4月5号拿个花钱去那里 对不对 现在人家点圣火 对对对 你进去就行 那叫八宝山公墓 一般人好像也也去不了吧 随便能去吗 贺龙的这些这些墓 现在有人去除了他的家人以外 有人去真心的怀念 我最近还发现一个事情特别好 你知道郭沫若葬在哪里吗 他去世以后 他的骨灰在哪里 你知道吧 在哪 大寨 西洋县大寨的田里 这是根据他的遗嘱 他他遗嘱要 而那是文革已经是文革以后了 我最近就 我上课讲到郭沫若 我就在讲 要是真像你说的 这个有能量 有感应 有说 咱郭沫若伟大诗人的这个骨灰 在大寨的田里 现在不知做何感想 凤凰大视野 就讲我们 这个那是我们历史上 说周总理 为什么要把骨灰撒遍全国大地呢 我这凤凰大视野的纪录片里 我看到一个说法 说是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了 说因为啊 他如果葬在八宝山 那么他的那个墓穴的位置呢 跟一个叫康生的相邻 所以周总理可能对康生 这个人不对付 他不愿意跟康生葬在一起 所以打电全国大地 所以人家周总理是热爱中国 所以愿意让他的骨灰呢 这个普及散发在整个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这可能75年的时候 邓小平不是要付出吗 邓小平付出 要付出的时候 总理见他 总理那时候在病中 都已经知道快要去世 他的癌非常厉害 见到邓小平 根据现在的回忆录说 见到邓小平的第一句话 两个人这么多年 寒暄什么一句都没有 第一句话周总理就是说 康生是叛徒 但主席不让查 就这么一句话 这是多少年不见的 所以你讲的周总理不愿意 葬在康生 我觉得是有点根据 有点根据 有点根据 所以 不是安全其美的方法 骨灰撒带地吗 还有一个人是张爱玲 张爱玲去世以后呢 他在美国呢 就是有一批 他的一些朋友张措 他们一些人就把他弄到海上 撒在美国那个LA外面的海上 但是呢 就下次清安那些学者 当时就说 其实张爱玲生前最怕水 他所有的文章里都是怕水的 所以后来事后那些葬的人 他们都说 你不能这样说 因为在美国 你不能随便找个地 就能给你葬的 他有很多法律的问题 葬海 葬海问题不是很大 所以这个人怎么葬 你信不信你觉得就是说人死了以后 葬哪都无所谓呢 还是说你很care你将来的骨灰在什么地方呢 有所谓 真的 我听好几个朋友讲 那当然你说这个科学 咱这是咱就不聊他 但是很多是我觉得是可以信任的身边的这个朋友 真的你找着祖坟 他是后来找着自己家祖坟 就今年吗 去年吗 找着祖坟 这多少年来 头一回休期了祖坟 败了祖坟 然后你知道他这个小破公司啊 在香港上市啊 成功上市 一下翻了多少倍 几个几个多少亿的这个这个身家 像这种东西怎么解释呢 你怎么解释 从我的观点解释 他就说是放祖坟 对 我的观点就是说 他跟他的源头接上了 他感应到了 那如果说你真的找不到你祖坟怎么办 你就试着去感应啊 你试着去感应 在那个能量的层面可以跟他连接上 所以我觉得像刚刚徐老师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在意死后怎么着 其实我并不是很在意的 因为我觉得这些形式 外在形式的东西都不如你内在 你真正深厚的情感在哪里 你对你的祖先是不是有真正深厚的情感 你是不是去追忆他 那外在我把他坟墓弄好 弄弄的漂亮 修的好 当然是我内在表达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方式 可是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你还是可以去表达你这份的 所以就是有一种玄学 就认为什么呢 就是本是同根生 就是在这个根上 这个根呢 也许是形而上的 它不见得是你看得见摸得着的 也许是某种生物场 也许是某种信息场 就说在这个根上 我们都是连着的 我们大家都能互相感应 因为什么 因为我再跟你讲 就可以信任的身边的一个女性朋友 这是可以信任的 就是说他清明节 前些年 清明节他做梦 他做梦 他父亲去世了 他做梦 梦见他父亲连续两三晚上 他爸爸就跟他说 说我这里都是水 我这里都是水 我这个很难受 就做这个噩梦 结果最后呢 真的就是把这个墓穴刨开 就发现他父亲那个淹水了 这是真事 那么你说 他怎么就能感应呢 他怎么就能知道呢 从科学角度来讲 你刚才讲的那个找到祖坟 跟上市公司发财 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 对 但是 但是就算没有必然的联系 你找到祖坟好好办 这是很应该做的事情 让你安慰了你的身心 对 你有一个安身立命了 对 假如你是为了上市公司发财去办 是是 那不可取 那就是 那是违反了祖宗的 没效果 对 而且是不效 对 那是不效 不仅是没效果 而且是不效 不效 而且是存了这个监伪之心 而且是行贿 利用 是吧 利用祖先 以为给祖宗摆俩苹果 自己就股市发财了 这是什么道德水准 可取 不可取 香香三月行 广告之后见 而且你说清明 我真是觉得 4月1号是我的节 是愚人节 我是个愚蠢的人 但是愚蠢只愚蠢 骗人节 4月1号是 你知道台北 那天 刚当选的马英九 就跟陈水北会面 然后两人会面的时候 4月1号会面吗 那一个不姓马吗 一个不是匾吗 马跟匾凑起来什么字 骗 骗 你看 明明 4月1号的骗人节 没错 没错 还真是 像英文叫full stay 那full的意思不是讲不一定是指愚人 也是去愚弄别人 愚弄别人 欺骗 对 所以你看 4月1号被人骗 到了 为了到4月4号 咱们要清明了 要恢复理智清明了 不能长期被人骗 而且我今天看凤凰七乡站还讲 说是清明节 本来是谈情说爱的节 鼓励年轻人出去踏青 就是在周朝的时候 当时的记载 清明这一天 不光是慎重追缘 而且还是什么呢 传宗接代 发青期 春情蒙动 说这个时候男女叫什么 奔而不进 就是说可以随便野地里奔去 随便私奔去 这一天不管你 鲁迅就写个书 书名就叫坟 现代人不会用这种题目的了 他自己 还有刚才讲到的郭沫若 妙得很 就符合你的说法 他的诗怎么写的 我还记得 我把你的一对乳风 比作一对坟墓 我们俩睡在中间 蜜叶化成甘露 对对对对 你看他就居然把 把这个女性的这个身体比作坟 我这样来表达 不过他现在仗在大寨 没想到这点 特别的感触 不过 这是达到了西门庆的境界 达到了西门庆 西门庆 对 就整个金平梅说了一个什么 就说了一个 犯在银上 最后就死在银上 你这最后你还是死在这坟上 不过你刚才讲骗 我最近参加一个亲戚的葬礼 前后我发现这个骗的真的很厉害 殡葬业在目前 我小地方我不知道 在中国大陆 在大城市是国营的 他不让私营的 就那几家 然后去了以后 我发现他们工作人员就在旁边 比方说你挑一个骨灰盒吧 上面标价 比方说三千块对吧 他旁边就跟你说 他说你看中这个了吧 那我告诉你 我给你拿出厂价 工作人员 我给你拿出厂价 比方说两千 然后你要订花吧 你要什么什么花吧 他说你要选了什么 你说吧 你说什么 然后我都帮你拿别的价 就在旁边 这样从明码上来 好像是替你省钱的 但是实际上你仔细一想 他不知道拿来的什么东西 你明白没有 法票也没了 什么也没了 就是说这些东西旁边就在做这个事情 但是你知道人在这个时候是最wake的 你说你家里去了亲人 第一尽量想让他去的好 谁还会计较说一个骨灰盒 比方说我看了一个三千的旁边的人说 这个不好了 这个五千的这个比较好 你还会愿意说当着亲戚大家的面说 这个钱要省啊 是是是是是 对不对 人在这个时候很wake 所以这个马跟匾在这个时候进来啊 是最有效的 所以我我我当时就在想这个事情你说 这个能开放给私人吗 开放给私人能够又能够 能够竞争了会好吗 我就不知道 我总觉得这个殡杖业现在利润极高 对 但是骗人的成分极大 十大暴力行业这个殡杖行业是排在前头的 你知道吗 年年都在说这个殡杖改革啊 你知道到了最后 最快就我那亲戚回来以后 他是他 你们知道他他整个仪式完了以后 最后有可以两三个至亲的人 随着车可以送到火烧的地方去 这个是一般人去不了 那个必须是至亲去的 去回来以后啊 我那亲戚啊 就昏过去了 就就瘫掉了 怎么会瘫掉他的后悔就不该去 怎么会瘫掉的 第一 亲眼见到这么一个炉 你看这个跟你想象是两个 亲眼见到人的肉体 放进这么一个炉里 是自己的亲人 受不了 更重要的是 差一点搞错 如果他当时不在 那个号码就叫错了 搞错的话 就是说你以后在家里 不管你怎么主宗啊 上司集团啊 你其实弄的是个不知道什么人的灰 在你的这个盒子里 有搞错的 我在节目里说过 我连香港都有搞错的 有一个孝子拜了三十年的坟 最近才发现 一直拜的是别人家的骨灰 别人爸爸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瓮 骨灰的那个瓮 就是给搞错了 墓地给搞错了 人的生和死都容易搞错 生了宝贝的时候 baby啊 小baby也常常在医院里报错了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经济最后发了一个感慨啊 所以我们都理性上都不同意他 但感性上理解他 他他因为是从美国回来吧 他一直想夜落归根吧 结果他那天哭的就是说 算了 我还是到美国土葬去吧 你觉得一个人在这个生死之际的时候 像你这个研究身心灵修行的 有什么经验吗 我是觉得我看过一个影片叫天外有天哈 就是一个博士 他研究了世界上好几百个案例 叫做冰死经验 就曾经呢 医生宣告已经急救无效死亡的人 然后呢 过一会儿他又回魂过来 又醒过来 他把医生他 他丧失意识的时候 他医生说的话 放的音乐 说的笑话干什么都讲的一清二楚 就是说他看到自己的灵魂出体了 看到自己医生在抢救他们 医生在说些什么话 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他们的这个经验 说有些人会 很多人都看到亮光 然后感觉舒服的不得了 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回来 其实他那个时候没有完全失去知觉 其实有些人是死亡了 医生都已经宣告他死亡了 这叫冰死经验 就已经真的是死亡了 然后他灵魂出窍 看到自己 然后再回来 然后把刚刚他急救的那一幕都说的清清楚楚 所以有些人说我们是哭着来 笑着走 其实死亡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不怕 所以你相信说人的躯体 死的时候有一个灵魂出来了 我是相信的 那个灵魂有物质状态吗 没有 这个我就觉得反正人的这个物质形式没有什么可珍惜的 真的就说你你死去之后 真的就你 你刚才讲的你朋友的这个经验 我也去过殡仪馆 多少年前了 我不知道现在殡仪馆的服务可能很好了啊 但多少年前给我的印象 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死了 瓦坑掉哪 掉海里 无所谓了 你知道为什么呢 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跟你说你去 啊 你看到一体告别仪式 亲友们在这 那都化好了妆 我很有幸 我到了后台 我这后边 你去到后边啊 没有 我近见到一个一个冰冷的屋子 本来一个一个尸体是装在这个冷柜里的 但是大概是准备要出来做仪式啊 我就见到两个工人就这么抬着一个人 光就赤裸的都冻硬了的一堆 哎呀 你就说那有什么尊严 现在是这样 你你去世了以后在医院里 那个太平间吗 然后他从太平间要送到那个殡仪馆 然后要化妆出来过一过 然后去烧 整个这个过程的家人必须全程陪着 然后一路塞钱 还塞钱呢 一路塞钱 就是说为了避免 就是你刚才说的 砰这样 然后为了使得这些班的人小心点 为了等于是贿赂他 让家人陪着他这个遗体 坐在车上过来 有很多都说是不可以的 你然后就一路 我就一路想去水浒转 一路银子打点 而且一路银子打点 就是我我多年以前 那时候可能比较落后吧 我的那个经历告诉我 这个骨灰也确实不见得是 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是您的 听起来这冰藏业有利可图啊 当然了 他那炉子就有意思 也就入口不大 入口不大 那么一炉子 然后就看往里推 然后我听那工人就跟我说 说这我们紧张 一炉烧一个这待遇啊 一般得是 你比如说你政协委员 或者说你特别有钱 当时反正多少年前 烧烧完了之后 他不拿着往发了吗 那就说不准了 你要两三个一块的 那里边 肯定混了别人 有规定 不能男女同颅 这是什么啊 乱伦的 同颅要要要要要 要要要结婚证是吗 乱跑男女关系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亲民节变成法定假日以后啊 那以后扫墓这个事情啊 这个这个林园的建设啊 我觉得会相应的发展 我自己现在去的时候 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就是说夫妻是很严肃的一件事 怎么讲 最后两个人的名字在一起吗 就是说你们最后这两个人的名字 你们的灰在一起吗 你看你在世上只活几十年 可是在一起可能一千年 不管你有感应也好 没感应也好 生前作战 奋斗 痛苦 真是 什么也好 他在一起 他物质上在一起 名字也在一起 所以要不人说说结婚风险大 反正要慎重吗 这家伙已经都千秋万代 咱俩就 永垂不朽 吓得人家单身汉更不敢结婚了 永垂不朽 生不同亲 死同穴啊 哎呀呀呀 这个时间可比你生要长久的多了 没有 这就在名字上永远的纪念住 对 对吧 哎 你就说这清明节 咱们不是还男欢女爱吗 还还谈情说爱吗 这个德芬不是蒋优 说刚才哈瑟说这荷尔蒙的爱情 是是是 是很不可靠的 是没错 那么你觉得能够像他这样 就是这个能够夫妻 能够永垂不朽的这种程度 是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哎呀我觉得就是夫妻就是要做到这样子 要不然真的是没意思 你要做到说愿意跟他一生一世都葬在一起 这才叫真正的夫妻 那这个就是需要两个人心灵上的一个共鸣了 你们俩要找到相同的喜好 然后谈话能够谈得来 不是相近如这个冰啊 冰客的冰 冰客的冰或是冰冷的冰 嗯 或是这个冰龙相见的冰都不是 这叫两个水乳交融 怎么样好好的过这个一生啊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啊是不是跟 就是有些人 你说你不相信前世哈 但是有些夫妻的这个缘分呢 这一辈子几聚几散 是 让你觉得啊 这两个人真像是 这叫有缘 就种种迹象表明前辈子有关系 这辈子的话事情啊是没法看的 就算名字在一起了 牧场里 这个那个坟地上很树木了 嗯 可是有些小孩啊 在外给他们烧香啊 嗯 烧什么 你知道 有的烧汽车 有的烧二奶 哦 没错 你说 你说这烧二奶的这个 你爸妈也在上面 你说你这个 怎么孝敬老人呢 这算什么回事啊 我这两天 这辈子的事是没法看的 我这两天还是看凤凰大视野 说当年解放战争的时候 俄国人老毛子 就见中国人印这个名超啊 拿过来就到中国店里 抢过来 买东西 全给你 把东西给